嗨,我是路克 今天來聊聊這次的劍光眼影獨立 這期的新獨立 從各方面來說都很特別 首先,大獎跟二獎的種族居然不同 以今年的獨立卡俠來說是第一次 再者,十周卡俠中的六張卡 又能細分成兩種特性 劍骨龍與煙尾獸 這算是第一個特別之處的延伸吧 因為卡俠要同時強化兩個種族 所以給了各自的隊伍技 出發點是好的 而且各自的規格夠高 但我覺得不適合在獨立玩這招 因為能出的卡真的不多 最後,大獎的身份很敏感 之前兩個獨立卡俠的故事 都跟雪來這些嶄新時代的角色 是無關的 雖然在故事時周的分類 也是被分到嶄新時代 但這兩個卡俠的設定背景 都跟雪來這邊沒什麼關係 所多瑪是第一個例外 因為他有另一個名字叫做貞德 這名字真的不得了 在最新的故事主線中 有一個場景提到了貞德這個名字 由此可知,他也是秀化英雄之一 這是故事主線中的七個已故角色 可以理解成七個超強的反派 至少目前能這樣理解啦 畢竟他們的動機尚未明朗 而且似乎刻懷鬼胎 這次獨立的故事很有意思 我之後會再出一部劇情考察 總之呢,所多瑪的身份 跟之前兩個獨立大獎不同 以秀化英雄這個身份來說 他其實很適合出城黑金 畢竟念索伊跟凱薩都是秀化英雄 他們也剛好都是黑金 看到之後幾個月的排程 8月到9月會有新黑金 以目前的資訊來推斷的話 這張黑金非常有可能是真的 了解到這些背景之後 我突然就能理解 為什麼所多瑪當隊長的強度 會那麼一言難盡了 簡單來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不是貞德本人 而是他的小賬號 不過所多瑪也不至於沒有價值 畢竟他的主動氣真的沒話說 如果你是對龍類很有興趣的玩家 建議先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之後很有可能會再接一張龍黑金 反過來說 如果你對龍獸這兩個種族 都沒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這次卡霞可以跳過 剛好這次獨立會開放8週 不管我的推測是否屬實 我們都有非常充足的時間 去判斷到底要不要抽 先看到這次的系列特性 當初我在資訊整理已經講過了 這邊補充兩個細節 來複習一下炎尾獸自帶的特性 回血加速開技吸收 發動條件指要求 隊長與戰友都要是獸類或龍類 先講一下加速的條件 直行首批消除5粒以上的珠子 他並沒有要求要單組消除 考慮泥路技衣的盤面全消轉法 也能觸發這個加速的能力 再來看到這個吸收效果 這東西的機制超級聰明 他不會跟其他的防禦型技能衝突 不管先開後開 都能完整吃到這個吸收效果 也不用煩惱主動機無法發動 或是效果被閹割的問題 我拿最危險的減傷技能做測試 這東西比隔壁那個大頭蘿莉還危險 先開玄武再開YAMA 左上兩個狀態都有 不會有衝突 先開YAMA再開玄武 玄武也不會有開不了技的問題 以防禦型技能的實際作用順序來說 不管先開玄武還是先開YAMA 敵人打過來的時候 都是YAMA給的吸收效果先作用 看起來吸收會被優先考慮 這才是防禦型技能該有的機制嘛 血在主動機的防禦型技能整天撞車 沒想到血在隊伍技的防禦型技能這麼頂 最後講一下這次6張10抽的專屬武裝 先看到兩張劍古龍 首先是格拉末 他是索多瑪的哥哥 技能設計也跟索多瑪一樣 有滿劍瑞值才能開著大招 我們先看到他的技衣 這招的敘述超級長 但能力5跟能力6我覺得幾乎都廢話 這招的能力4到能力6其實是相同概念的東西 入境前30步經過的珠子 會被轉化成對應的珠子 然後判定會跟棋手珠的種類有關 能力7跟能力8 則會依據隊伍的構成 而延續這個轉化效果的持續時間 至於前三個能力就沒話說 解除黑牌 還能在兩回內無視黏斧 並讓全隊的輸出無視攻前盾 再來看到他的大招 製造CD3 刀傷 多級直傷 龍類加速 全隊無視拼骨盾 自身擊傷 這招卡能升任的任務非常多 修飾旁邊的效果可以自場為成 解斷能力的作用對象都是全隊 多級直傷的次數共40下 兩個字 優秀 跟上次合作的那些客家肥婆比起來 真的完全不同檔次 這招卡我給A級 不管在火隊 龍隊 還是全流紅隊伍 都可能靠這招卡去支援 再來是提爾豐 他是索多瑪的老爸 先看到他的技衣 前兩個能力可以理解成 16直行的珠子向中間延伸 條件加速的能力點名隊長身份 因此泛用度不算高 不滿足條件的話沒那麼好用 自帶增傷還算不錯 還能處理連擊零化 增傷跟解斷能力的對象都是全隊 看得心情真好 再來看到他的大招 刀傷 解除暴風 全版天龍 排珠 指定珠 首效一消 加C 首效一消的珠子最多只有三種 配合技衣的無視連擊零化還不錯 這招卡我給B加 隊長是劍古龍或炎尾獸才能有比較好的發揮 再來看到兩張炎尾獸 首先是鴨馬 CD5的雙效二旋印技能 他們沒有劍瑞值 自然也不會有所謂的大招 效果1跟效果2是同一個模板 能力1跟能力4完全一致 能力2會從裂毒變中毒 能力3會改成慘家戶 能力5會從無視黑洞變無視臟氣 考慮炎尾獸的被動能力 每回合確實加速的話 這招每三回合就能開一次 然後開技時再送我們一個吸收效果 此外 不管是還原碎裂還是慘家戶 對於獸類牛棚來說選項都不多 增傷給到3倍我覺得也沒話說 這招卡我給A級 獸隊非常好用的輔助角 再來是索爾 這招CT5 不像劍古龍有雙技 也不像鴨馬是雙效二旋印技能 轉化效果很難用 靈迴沒話說 手機吸收的效果也很奇怪 畢竟炎尾獸隊伍技自帶吸收效果 正要說的話 炎尾獸隊伍技的條件 要求隊長跟戰友都要是龍類或獸類 但如果你想靠一張卡 升任靈迴跟吸收這兩個任務的話 就會跟大哥重疊到 窮到只剩短CD 不過能力5的反擊很有趣 畢竟輸出嚴重不足 而且還點名敵人種族要是妖龍 才能無視提起 然而有一種對局能克服這個困境 就是異補盾 雖然異補盾這東西整體不在環境上 6月挑戰LV10出來刷存在砍 結果被林黛玉直接膚淺掉 異補盾敵人的血量偏低 因此所有的這個反擊效果 可以當成是處理妖龍異補盾的手段 其實我覺得根本沒必要限種族啦 這東西基本上也只能處理異補盾 範用度已經夠差了 居然還點名種族 不過這兩個種族挑的蠻妙的 異補盾這東西的出現頻率一直都很低 仔細追溯以往的異補盾 會發現妖龍敵人的佔比其實蠻高的 我舉個最近點的例子吧 萬惡之源 毒龍 這是11年前的武風主線 也是後續所有異補盾的起點 這段卡我給B級 之後異補盾如果重新回到環境上 才可能拿到B加這個評級 整體的規格確實偏低 又自帶幾個意義不明的能力 之後看到這次的二獎 也就是俄摩拉 先看到她的隊長技 關於能力3有一個重點要補充 兩種族的時候 全隊能吃到4倍的血供回倍率 但第一句又說 隊伍成員的種族越少 這個倍率會越高 我看有不少人以為 要恰好兩種族才能到4倍 經由我實測的結果是 兩種族以下都能吃滿這個4倍 換句話說 族全獸也能吃滿4倍 至於俄摩拉的隊長規格 我覺得整體不算亮眼 玩過幾場之後會發現 重點在於炎尾獸自帶的隊伍技 而非俄摩拉當隊長給的能力 平常能回血加速 開技時還能吸收 這隊長其實不自帶加速輪轉的能力 因此炎尾獸隊伍技給的加速 就顯得非常有感 配合剛剛講的隊長技細節 會延伸出一種配置 就是讓俄摩拉作為尼魯的戰友 這配置玩起來還算不錯 戰友是條件CD3的定版 還自帶亢奮跟暴擊 普通技還算不錯 亢奮、暴擊、自選定版 隊長是獸類或龍類的話 還能解除節節地形 亢奮的對象是全隊 但暴擊狀態的對象只可以龍獸 然後結版類型是引爆 能力1我覺得給的很微妙 畢竟獸類有兩張超級強的亢奮角 如果他們已經在隊伍中了 這招的增傷效益 會只剩下能力2給的暴擊狀態 也就是跨兩回合的兩倍增傷 這張卡本應能拿到A這個評級 只可惜出在獸類 因此評級會降 尼魯可以靠他當戰友 他也不怕節節地形 自備俄摩拉的價值不高 至於佛農的話 我覺得俄摩拉這張卡 很難搶到佛農的隊員位置 畢竟佛農靠環境上的那幾張獸類 就已經活得很好了 整體來說會借在B加跟A之間 算值得投資 但他對你遊戲體驗的影響 其實會很受限 最後看到這次的大獎 也就是索多瑪 剛剛我有提到 他是格拉默的妹妹 同時也是提爾豐的女兒 然而他們一家人的感情 其實並沒有那麼的和睦 畢竟索多瑪從小就不在他們身邊 他老媽在回孕的時候失蹤 生下索多瑪後 也沒機會跟他們重逢 因此他們不是真正意義的家人 畢竟索多瑪不是他們養大的 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 索多瑪跟格拉默的技能組 存在著很微妙的衝突 接著看到索多瑪的隊長技 能力4的加C效果 要求消除兩組珠子以上 格拉默主動技給的修飾盤面 能讓我們自己搞出一個圍城 去處理累積數量盾 但如果你只消EC的話 索多瑪隊長技的加C條件就無法滿足 效果在於 格拉默這招 在隊長式索多瑪的時候 反而能增加持續時間 太苦了 這妹妹真的不領情啊 還好她只跟老哥不合 而沒有跟全家都撕破臉 畢竟她的老爸真的很寵她 主動技的加速效果 點名隊長要是劍捕龍或眼尾獸 以現在環境來說 會對應到索多瑪跟俄摩拉 但我覺得俄摩拉對她的需求很低 因此她算是索多瑪的專武 主動技給的兩倍增傷很重要 畢竟索多瑪的隊長規格很…有趣 首先她自帶一個超強的解斷能力 以劍形消除一組六粒以上的珠子獅 能讓全隊的輸出的是十字盾 這次寫在隊伍技的 妖健要求她當隊長斜佔有勢龍或獸 再者她的大招能在兩回合內 讓自身的輸出無視首效力數盾 還有一堆不錯的效果 最後這隊的死血很高 有觸發劍骨龍的所有被動的話 動則破百萬血 輕鬆處理十字盾 有方法處理首效力數盾 超高死血 她自帶三個超容易被做球的要素 如果MH鐵勒心要做球給她的話 整個關卡會變得非常噁心 然而這張卡有一個重點沒做好 就是她的輸出 其實我覺得主要問題在於記憶啦 直到能解鎖她自己 並解除她身上的疲憊 休眠 瘋壓 麻痺狀態 還會給我們一個定板 再給我們兩種抗性 以及很棒的解盾能力 隊長如果是索多瑪的話 還能補鐵幣 最後再給一個條件顏值的效果 能力126讓我覺得很眼熟 解鎖自身並解除自身的一堆負面狀態 引爆類型的定板 無視某兩種盾 這不算是五條物嗎? 索多瑪這招固然給了一堆能力 但我覺得少了一個最重要的效果 就是自身擊傷 五條物這招好歹有自身五倍空 索多瑪記憶卻完全不自帶任何擊傷 沒有五倍的五條物 嗯 一條五 這會讓她用起來很尷尬 畢竟衝輸出的手段不多 既而有刀傷又能讓C數固定為100 因此爆發效益非常高 但這次整場只能發動一次的大招 使用起來沒有那麼理所當然 她跟環境上的龍隊長一樣 都需要暖機 但她需要暖機的理由 在於劍骨龍自帶的隊伍技 隊長的設計本身是沒有暖機需求的 全隊劍骨龍滿劍瑞之後 單開技術的輸出長這樣 這數據在現在環境真的很尷尬 同樣是龍隊長相比 也同樣是開自己的主動技 青龜暖玩機後的輸出長這樣 然後索多瑪的速攻只有給自己 不像青龜能讓龍類進行跳 而且還是二段跳 因此我並沒有很看好 索多瑪作為隊長的表現 但她的隊員價值就真的沒話說 龍隊喜提一個超神隊員 其他的常見問題 我會留到下一部影片再一併回答 以上是我對這次獨立的想法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分析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並分享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